我們的主食呢是這個小麥類 小麥類呢做出來大部分都是以這個麵包 那除了麵包以外那還有這個馬鈴薯 那這邊的麵包呢 可能有時候您的客人那會 回去呢會跟你說 他這一次在歐洲吃這個麵包不是很好吃 因為呢你會問他為什麼不是很好吃 那他會回答你說這個太硬了 我在台灣吃的這個歐式麵包就吃起來就比較軟 那在這邊呢歐洲這邊麵包為什麼會這麼硬 那正規的正規的歐式麵包 他本來就帶點那個硬度 他不會太軟 我們台灣的那個歐式麵包都是有經過那個改良 像什麼吳寶春那個歐式麵包吃起來比較軟一點 但是呢都是有經過改良 他沒有像那個歐洲這邊做起來這麼的硬 因為這裡的歐式麵包我們每一天你都會看到 那吃起來他本身就帶點那個 就你吃下去你會覺得我這麼硬的麵包到底是怎麼吃下去 但是呢對歐洲人